大家好,欢迎来到表书砍世界 现在是晚上六点多钟 我在家里的车库给大家录制这么一个小视频 因为今天晚上中部时间八点钟 中部时间八点钟,应该也是中国的早上九点钟吧 如果没有说错的话 是美国总统大选的第一次候选人辩论大会 在俄亥俄州的克里夫兰一所大学里举行 应该辩论时间应该在一个小时左右吧 那么这一场辩论就可以 基本上我认为,个人认为 就可以看出双方的实力来了 特别是对各个方面的政策的 他们每个人的政见的解释 可以让整个世界都能够非常清楚地明了 那么当然了 这个俄亥俄州呢 它其实就是在我们这附近 实际上我那天还录制节目说 我可能这个礼拜啊 如果有空的话 我可能去趟俄亥俄州 当然了,克里夫兰离这里很远 我上次开车,我开了十个小时才到 克里夫兰也是一个挺大的州 在我们中西部 那么 这次这个总统的这个大选啊 对于华人来说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啊 我估计华人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关注过 美国总统的大选啊 因为这个特朗普 他是一个非常不同寻常的人啊 他不是传统上的政客啊 在他过去这几年的执政当中啊 大家啊对他的作风和对他他想做的事情也都非常的了解啊 特别是现在美中关系啊 急剧的转向啊 那么大家就特别的关心 尤其是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些华人呢 尤其关心未来美中关系这几年究竟会怎么样 所以呢 大家啊 无论是民主党的还是支持共和党的华人们啊 都都是鼓足了劲啊 拉自己的朋友啊 说你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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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支持谁要支持谁啊 所以呢今天晚上呢我也会非常的关注他们的第一次的这个辩论啊 那么我我现在可以告诉大家啊 在这场辩论会上 中国肯定也是一个热门话题啊 中国肯定也是个热门话题 那么特朗普呢一向就是说这个 这个 如果你拜登要是当选了啊 我们美国人都得学中国话了 哈哈哈 当然虽然是很夸张了啊 当然这都是竞选的语言 非常夸张啊 可以看得出来啊 可以看得出来啊 这个 川普啊 特朗普总统对华政策的强硬啊 那当然了 这个 拜登最近呢 他也表态了啊 他也不示弱 他还说这个 川普总统对华政策太软弱啊 他太软弱啊 他说他上了台会更强硬啊 谁知道啊 我是不太相信他们大选当中的这些言论的啊 因为在大选当中为了拉选票 为了这个这个 啊 引人注目的话 他们什么话基本上都能说 啊 不能说 啊 这个 今天晚上八点钟啊 如果大家要是观看的话啊 特别是在美国境内的朋友 啊 我鼓励你啊 你再忙 也要花出时间去收看这场辩论会啊 再忙也要收看啊 那么今天晚上我看完之后呢 我明天再给大家录制这么一个节目啊 啊 来 跟大家解释一下我个人的想法 和我个人对他们这个辩论的看法 好 谢谢大家的收看啊 如果你第一次观看我的视频 欢迎订阅表述看事件 咱们明天再见 咱们明天再见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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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